2020年3月8號 泉州酒店坍塌關懷 福建泉州六層樓高的新家酒店 发生坍塌事故 70多人受困 消防救难人员全力抢救 此日志工现场供应热茶热汤 温暖毛毯也立即送到 送来了400张的毛毯 给消防 给我们的救助的人员 看到他们躺在地上 那志工就静悄悄地去 给他们盖上被 昆山仓储 吊渡服被床做支援 如果叫一般物流的话 我们是金发明智 所以已经过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救援时间了 单程就十个小时了 我昨天晚上看一下 大概是950公里左右 三个人能流发 轮流其实不用的 征锋多秒 使命必打 加油 近千里路日与静夜 长途发射14小时 志工亲自送达 非常好 这个很适合 这种室外的 这种应急的 携带又很方便 姜茶 咖啡还有红茶 有需要吗 能够在这种现场 能够喝口热水 相当不错 其他都是快点水症冰的 直到12号搜救工作结束 此季和救难人员一同撤离 总共提供560份热食 246张辅会床 760条毛毯 2014年3月8号 马航MH370失联 马来西亚航空编号MH370客机 凌晨从吉隆坡飞往中国大陆 北京土中失联 机上239人生死未捕 此季雪龙分会与马航 2007年签订合作备忘录 因此立即动员志工 前往吉隆坡机场 陪伴家属 并与马航人员同行北京 协助翻译 家属需要一些什么方式 我们尽量提供他们一些选助 那到目前为止 那因为我们就是马来西亚的 基本上我们是华的 我们没有语言障碍 我感谢你们 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意 给我们安慰 我们志工的代表去 我们也是要专业 所以当然我们去的志工 我们是要求 平时就有仿式经验的 这些他会去 但慈禁人都是很热心 他要求20个 我们去的就30个 北京 吉隆坡两地 一个月志工资源超过千人次 在家属等待消息的饭店 举办十场爱与感恩祈福 设置心灵休憩站 慈禁人一天天助手关怀 飞机失联百日 马航感恩各界帮助 提及此祭 谢谢 非常感谢 设置国际上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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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天天堂 关国书 拼毕竟 搜寻工作 直到2018年宣告停止 确切的坠毁地点至今成迷 因此也成为国际航空史上 唯一不能确定失事地点的 民航班机 1986年3月8号 台北浦门文库移交 原台北浦门文库 隶属讲堂及杂志社 正式无条件交给慈禁 继续接办 交接仪式在浦门讲堂举行 因为那个也是 他们十几年来的 经营的一个成果 那他想说 既然是要捐出来 就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 信得过的 而且那时候慈禁也逐渐地 在发展当中 社会的公信的一个形象 也建立出来 同年8月 改组成为慈禁文化中心 研聘陈慧建为总编辑 创办半月刊 写计道理 人文置业 向前买一大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